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思在路易王朝那儿解释就是说 我是不存在的 我能思谁呢 思上帝 我只有思考上帝的时候我才存在 所以个人要服从家庭 家庭要服从国家 国家要服从上帝 我就是上帝 我就是国家 所以路易王朝就是以这样的 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来统治 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啊 富尔泰啊 狄德罗啊 这批人 他们说什么 我思故我在 就说明我是有理性的 凡事都要放到我的理性的天平上 称一称量一量 天赋人权 人生来是平等的 这是公理 不需要证明 违反了这个公理的东西 就是不合理 就要推翻 同样是我思故我在 落到了启蒙思想家这里 解释为革命的理由 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 因为它有理论基础 启蒙思想家已经给法国大革命 提供了坚实的 有力的理论基础 思想的光芒 所以用这种理性的光芒 突破了宗教和专制的黑暗 革命就胜利了 而到了后来 19世纪 拿破仑失败了 失败以后宗教的势力复辟了 复辟以后 我觉得斯汤达了不起 他的红与黑 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 我自己的独特的一个解释 或者说我的发现 我认为斯汤达是一个思想者 他脑袋很大 爱思考 他不像巴尔扎克是个观察家 巴尔扎克是个观察家 斯汤达是个思想者 他爱沉思 他实际上我认为 他这个红与黑的红袜 他是汲取了启蒙运动以来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火光 普罗米修斯的火光 理性的光芒 他继承了革命的财富和传统 因为这种思想的光芒 眼看就要被吞噬了 他把它采集来了 就是一种革命的理想 就是革命的火焰 就是战斗的精神 而且是理性的光芒 所以我认为这个红与黑 既不是斯汤达想象出来的 也不是客观世界的反应 我做了一个比方 好比一个绿光镜 大家想 雨后出现彩虹 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彩虹本身 多出一个彩虹来 或者说是 以前没有的天神创造的 是有我们看不见 对不对 我们现在理解 彩虹是在那儿呢 赤尘黄绿青蓝紫 我们肉眼看不见 非得雨后的阳光一照 折射出来的光芒 我们看出了这七种颜色 而斯汤达用他理性的 沉思者的目光 一看这个世界 看出了红与黑两种颜色 这是我对红与黑的理解 那么简而言之 人物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个深刻理解了革命的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 斯汤达大大的超越了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还认为 这个宗教 天主教 对于在那个时代 可以存风化蜀 可以教化那些坏人 斯汤达早就看透了宗教的黑暗 所以巴尔扎克在揭露金钱社会的黑暗上 是有功劳的 但是在刻画人性上 法国人就笑话他 包括写情人 写广岛之恋的 马克力特杜拉斯 杜拉斯在写作当中有一句话 他说 我很热爱法国文学 但奇怪的是 巴尔扎克不在其中之恋 我自己从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写一篇文章 我们一个写作老师 教写作教得很好 我印象很深 我写一个论巴尔扎克的 一个论法文 写了一个论巴尔扎克的论文 我记得我的结尾是 就永别了巴尔扎克 我说巴尔扎克不这么好 老师还叫我重写 说巴尔扎克了不起 你怎么能这么狂妄呢 因为巴尔扎克塑造的人 巴尔扎克塑造的所有的女人 全是帮大款 要么帮银行家 要么帮那个工业家 反正就是这种人 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 经常能看到的一些人 就是想升官发财 他的男主角 拉斯蒂涅也是 埋葬了最后一滴泪水 怎么样呢 要去在巴黎种葡萄 也就是要去挣钱 你们要挣不到钱 我也 你们以为我挣不到钱 我偏挣给你们看 我要成功 就跟现在的很多 有野心的青年人一样 野来野去 还是升官发财 跳不出这个圈子 成都秀写新青年 新青年新在哪里 以往的青年都是升官发财 新青年 他有另外的使命 为这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他要去承担他的使命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成都秀的东西都是优秀的 好 我们举的是这个 举的是西方文学的例子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 我们要关注人 人物 关注人物 那么人物当中呢 有一些真正的 这个 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 赞赏的人 也就是说 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人 像美国人 谁代表美国人 这些人的精神 林肯 是吧 他废除了农奴制 他最后被枪杀了 所以这个惠特曼写诗 船长啊 我们的船长 一些朝银级赞美这个林肯 那我们的民族 谁是了不起的人 姚舜宇 是吧 这个时机当中记了皇帝 炎帝 炎帝还不算 姚舜宇 他记录的 他们的例子 另外呢 如果我们细读论语 我们会发现 论语当中 有很多人物 论语当中的人物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 论语当中 这些人物啊 被我们忽略了 我们就觉得 论语当中 讲的是古人 为什么讲这些人物呢 他讲的 其实 是一种境界 比如说 论语当中讲 论语的紫威篇 上来一行字 他说 紫威去之 姬子为之奴 彼干而 减而死 孔子曰 应有三人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英朝 就是这个 周啊 这个 之前的这个英 有三个 忍者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叫威子 威和姬 姬是这个姬啊 威是威弱的威 都是国家的名字 就是说 这个威这个国家 有一个先生 叫威子 威子去之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商纣王啊 无道 就是 昏庸无道 他们就觉得 这个人坏 这个君王 不对头了 所以威子怎么样呢 离开他了 这个姬子呢 这个人呢 这位先生呢 怎么样呢 为之奴 他因为看不惯 故意就装作奴隶 我就当你的奴隶 我发疯 给你看 他实际上 表示一种抗议 而这个谁呢 彼干 大家知道 新教彼干 多一窍 彼干 简 上书 告诉商纣王说 你不能这样昏庸 你应该怎么样 商纣王 残忍 昏庸到什么程度 听说你的心有蹊跷 抛开来看看 把彼干的心给破了 但是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讲的 君子 忍者 这个世道 有一个君王昏庸无道的时候 有几种人啊 有人离开了 有人装疯卖傻 没办法 有人进检 就是上书 你不能这样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就是叫什么 道不行 蹭伏伏于海 道不行嘛 很多人留学生跑出去了 这是这样 这是这种感觉 没办法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是忍者 这实际上是什么 是人物 我再跟大家讲 因为我最近在写这个 竹林七贤的历史小说 我就发现 姬康 提到很多人 都是论语当中提到的 我就很想 我没好好读论语 我论语自以为读得很熟 有一些人物 比如说 有个人叫令影子 令影 令影子 令影子文 令影是一个官职的名字 子文这个人的名字 我读一下 令影子文 三世为令影 无喜色 三已知 无蕴色 就令影之震 必已告新令影 这是什么人呢 他是个当官的 认了这个官职 令影这个官职 他叫子文 他三次被提上去当官了 三次被罢官 被撤职了 但是呢 他三次做官的时候呢 没有喜色 不喜形 三次被废除的时候呢 也没有看到他不高兴的样子 很平和 而且每一次呢 林离开他的职位之前 把他旧的这个政令啊 清清楚楚地交代给他的接班人 这样的人是什么 君子 还一个人叫柳夏慧 这个竹林七弦当中的代表人物 吉康有一句诗叫 西禅柳夏 净贵孙敦 什么叫西禅柳夏 就过去我在柳夏慧面前 我感觉到很惭愧 净贵孙敦 今天在孙敦这个影视面前 我感觉到惭愧 那柳夏慧是什么人呢 柳夏慧 他是一个典狱官 过去叫士师 典狱官 他 也是 三次被罢了官 三次被罢了官 人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离开鲁国 他在鲁国当官 三次都被罢免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国家呢 难道你不可以走吗 你是有本事的人 结果这个柳夏慧说了一句 他说 直到 是人 他说我如果是直到是人的话 什么叫直到是人 就是以正直的道来对待人 直到是人 是啊 直到是人 如果我是直到是人的话 我在哪里不是一样要被罢官吗 如果我是罢到是人 如果我不走正道了的话 我又何必离开鲁国呢 我在这里干点坏事不就又当官了吗 我就不去那么正直 不去那么耿直 不就完了吗 我何必离开鲁国呢 我看的这个深有感触 为什么基康佩服这样的先辈 这样的先辈 就在我们的典籍当中写得清清楚楚 他们是人物 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这种榜样 它不仅是一个官职 不仅是一个丰功伟绩 它是一种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是为我们民族世世代代所颂养的人 我们应该修炼这种道 我们现在上大学 上研究生博士 我觉得有一点可悲的是 我们都在学一些技能 是吧 我学一个计算机 没有 没有了 这个时髦我找到工作 不时髦找不到工作 回家怎么样去了 但是我们重要的 我觉得上大学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是修炼我们的精神气质 如果一个人领会了这些古人的这种道古先锋 领会先辈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你往那一站就八个地方要要你 你都不用说话 你往那一站精神气质 就跟人家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的呀 人就是这样的 人家为什么要面世啊 就看看你这个人品德怎么样 是不是政治的人 是不是有智慧的人 可是我们不去练这样 不知道怎么练 那么直到世人 我在哪儿不要被罢官吗 往到世人 我何必又离开鲁国 我说句笑话 当时人家问我这个 为什么不离开人大 我心想就是这句话 我知道 就像我这样 我在北大不是一样给开除吗 不是一样被小人陷害吗 我要改变一下 我也混水摸鱼 我何必离开人大吗 那还不会吗 简单得很 所以我就在这儿待着吧 有留下会的精神啊 我到这把年纪才理解 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有的人他直到世人 这是他的原则 我做人不能不正直 那我干嘛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他要直到世人 他不枉道世人 不扭曲自己的原则 你扭曲自己的原则 那就叫成熟吗 那叫智慧吗 那叫事故 那叫堕落 那叫严守医 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对这些人有意见 他们精神上都垮掉了 还拼命在那写书 不是害人吗 这是有什么好写的呢 所以我们在讲啊 一个人在精神上 要找到他的榜样 找到他的楷模 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论语当中 就在我们的史迹当中 薄夷 书齐 是吧 此时周述 这个饿死在 在这个基山上 去采威 不吃这个无道的 军的粮食 表现的是什么 气节 但是我们实际上 就是我们讲到文学上 还特别棒地塑造了一些 就是有真意的人 有真意的人 我们举例子来讲 像商鞅 是吧 商鞅跟魏公子打仗 商鞅变法 最后被五马分尸 两军相对 他跟魏公子 他派人给魏公子写了一封信 哎呀 咱们何必打仗呢 咱们不妨 坐在一起喝一杯 咱们论论道 魏公子说好啊 他就来了 来了就把他杀了 那是商鞅 这种人 你说他好还是不好 还有武器 这是我在小说当中 这个编的故事当中就写 就鸡康 我写鸡康 不是娶着曹操的孙女吗 有的说是真孙女 有的孙女 长乐亭主 我编了一个故事 我说长乐亭主上来 写了一篇真文 论武器杀其求见 求将 写了一篇真文 鸡康一写 就被赵为驸马 这是我编的故事 那么论武器杀其求将 为什么我要编这个故事 武器是什么人 战国时期 他是一个魏国人 他要到鲁国去当将军 鲁国的军队鲁国的军主啊 也很赏识他 但是鲁国在跟齐国打仗 他的老婆是齐国人 人家就说 你怎么会帮我们鲁国打仗呢 你的老婆是齐国人 他回去就把他老婆杀了 你看还行不行 人家说行了 叫什么人 狠人 狠人 我父亲是学历史的 从小就跟我讲 武器这种人 要不得 他说要不得 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 做人不能像武器这样 武器这种人是坏蛋 但是历史上就有人 就司马迁他高明在哪里啊 他把这个人物活灵活现地 呈现出来 武器是个了不得的人啊 将士打仗 他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将士受了伤 身上长蛆了 长浓了 他用嘴巴帮士兵 吸出笼来 结果士兵的母亲就哭了 说我不要你吸 这样子对我的儿子 人家就说 你看这个将军 对你儿子这么好 你儿子身上长疮了 他用嘴巴 把他那个化笼的地方 吸出来还不好吗 他说他当年就是这样 这个孩子的父亲 也就是我的丈夫 当年也是受伤了 他一吸 吸完了这个士兵 去打仗就死掉了 就为他去卖命就死掉了 他说他今天这样子 我的儿子再死了 那我怎么活 特别高 他通过一个故事 来反映一个人物 我们回到文学上来 让一让 怎么觉醒呢 不是一拍脑袋 到教堂里顶礼膜拜 就觉醒了 不对 要是去到教堂里面 牧师说 你们要怎么样 一个人觉醒了 那太傻了 那个太傻了 那个本来觉醒的人 到教堂上不觉醒 他通过现实当中 一个故事 人家接待了你 你偷了人家东西 他说我的兄弟 我的朋友 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先生 这是我送给你 这是什么 以德报冤的基督精神 你打了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伸出去 给他打 这是基督精神 孔子讲 以之报冤 所以我就在讲 在众多的这个历史书当中 这个浩瀚的典籍当中 我们只要是 趁着一条船 自己出发 一定能打捞出宝藏 就像我这样 汉语到三十多岁 在开始好好学习的人 原来学点外语也没学好 但是我都读懂了 我在史记 在禁书当中 找到了很多的宝贵的事情 在司马仪的故事当中 有一个故事 从来没被人提到过 或者我孤陋寡闻没见到 我在史书上看到 我就把它放到 我现在要写的这本 关于竹林七贤的长篇小说 一两年以后 你们到书店里去 可以买的 这是这个长篇小说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 惊人的故事 就文学当中 专门要找这样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惊心动魄的小事 不讲大的战役 什么样一个小事呢 就讲司马仪 当时为了篡权 大家知道高平陵事件 他杀了曹爽当了皇帝 在这之前他装病 大将军曹爽掌权的时候 他跟曹爽两个人有一拼 要争夺江山 他装病 他避一避曹爽的风头 他装病的时候呢 有一天呢 他到外面去晒书 过去的书啊 大概是经卷嘛 是纸的 还是这个竹简啊 他到外面去晒书 结果突然下雨了 这个装病的司马仪啊 可能爱书如命 顾不得装病了 家里也没有外人 就跑出去 把书抱回来 抱回来以后 就被他的一个女仆看见了 这个女仆看见了以后 也没说什么 然后司马仪的妻子张氏 就把这个女仆杀了 灭口 因为这个女仆 这个 知道了秘密 因为知道司马仪病是装的 还得了司马仪装病 司马仪家都要被曹爽杀掉的 那个政治斗争很残酷 所以有这么个故事 我当时看到这里 这个特别受震撼 哎呀 我说我在评价司马仪的时候 还有什么好说的